Hello 大家好 我是蜂蜜筋莫佐文子 今天要來吃的是這個 韓國不倒歐他們的 香辣海鮮風味拉麵 看他普遍就覺得應該很辣 而且好像會很好吃 先打開來看看 就這樣 兩包調味料 一樣 一個是粉末的 一個是蔬菜包 這個是蔬菜包 這個是粉末的 那個麵 跟麵像筆桿一樣 那就先來去煮囉 好啦 這是我剛煮好的這個 韓國的不倒翁海鮮 香辣海鮮 風味拉麵醬 這個是我自己家的那個青龍 那 先喝一下它 顏色真的很濃的顏色 可是我剛剛在煮的時候 我沒有聞到海鮮的味道 不知道那個是什麼味道 它有一點點像炒馬麵的那個味道 加那個辛拉麵的味道 首先 那就 吃一下它的麵吧 它麵要肥肥的 圓圓肥肥 圓圓肥肥 嗯 好吃 嗯 這樣吃真的不錯 它吃起來 就是那個 長馬麵加 辛拉麵的味道 可惜 嗯 恩 嗯 好吃 像这样下雨天来吃 但是我都觉得这样就很有feel 正适合拿冷的天来吃 配上这个青龙 然后加上一点点的辣辣的味道 我觉得蛮刚好的 是一个的 的 这个 我可以看到蜜蜜的粉 把蜜蜜的粉 放入蜜蜜 放入蜜蜜 蜜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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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它的辣度也不会太辣 就小辣吧 嗯?怕有没有很多这个配料就不知道什么 嗯?看它那个配料吃起来很像我们台湾腌制的那种冬叉 像那个味道 嗯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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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我覺得這個份量就比較剛好 不會說感覺好像吃不太夠的樣子 我覺得它那個容量還蠻剛好 但它的那個味道 它的味道還是沒有那個炒馬麵的味道那麼重 它就是像應該就是這個 像我們剛剛那個冬菜 我覺得它就是了 不過我好像沒有吃到它海鮮的那個乾料這樣子 它好像就沒有吃到 我是覺得可以去馬來西加 它算蠻烏合的麵 沒有炒馬麵的味道這麼重 但它有一點點炒馬麵的味道 有一點點像是那個 辛拉麵的那個味道的重克體這樣 還不錯吃 這樣還蠻好入口的 好啦我今天的影片就拍到這裡啦 如果有喜歡就歡迎訂閱跟按讚 掰掰囉 再給你個讚 我替 Gay 來吧 有請 是